周老师 这是一对绝对没有用心和智慧去经营 你们家庭的一对夫妻 你们再这样走下去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你的妻子想出去闯一番事业 有自己的时间 你为什么不支持 而且我们从刚才的对话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小鲁的思路是非常清晰 他的工作能力应该不会比你差太多 如果你想经营好这份家庭 你就不要用家庭去束缚它 否则的话 你自己又没有完全的能力 去给到家庭回馈 你又把它困在家庭里面 你们的矛盾就会出来 那第二我们来说说 我们的小鲁 你跟着他干啥呀 你靠回忆活着的吗 恋爱就是恋爱 婚姻就是婚姻 因为我们的角色 时间和身上的责任 发生了变化 我们的行为也会发生变化 你不能拿过去的要求 对他现在进行靠和 你永远得不到这样理想的丈夫 你不离开他 他是不会进步的 他就是对我有点有恃无恐 他就知道我不会离开的 对的 所以说他才真就是不改 你刚才 所有我们那么严肃的问题 他还是不会的 嬉皮笑脸 他也知道 你离不开他 那他怎么成长呢 不管他说什么 自己出去 该拥有自己的事业 这是你要做的 好吧 谢谢 谢谢周老师 连老师 我还真觉得这妻子 特别爱他的先生 你爱他什么呢 爱他曾经和你一起玩 一起闹 爱曾经那个无忧无虑的自己 爱曾经可以嬉笑怒骂 一起喝酒到清晨的 那个过往的自己 可能我爱以前那种 无忧无虑的生活 是的 其实现在的生活对你来说 你一个人面对是很难的 因为曾经你们两个 都是无忧无虑的孩子 但是我们的生活在变啊 人生的阶段在不断地推进 我们都在成长 我们都变成了父亲母亲 我们肩上都多了 更多的责任和担子 女士成长了 先生您呢 你还在原地踏步 你甚至倒回到过去 你有什么资格 喝酒喝到半夜 有什么资格早上五六点 喝得醉醺醺地回家呢 你是谁 你还是过去那个孩子吗 你是谁 我是孩子的父亲 你也知道啊 他也爱玩啊 他过去也是个 特爽特撒的姑娘 喝酒喝到半夜 他把这摊撂给你 他去玩去啊 你在家看孩子呀 你既然选择了婚姻 选择了结婚 选择了生孩子 你就得担起这个责任 否则你枉为人父啊 你也枉为人父啊 我就说这么多 希望你自己思考 女士也别哭了 路是自己选的 我们有能力走这条路 就有能力把它走好 我相信你 给他机会 但他不往前努力 对不起 咱自己往前走 谢谢 谢谢 杨老师